Ciao Tutti Michiamo Lai Gigi 大家好 我是Lai Gigi 今天要拿來做的是清醬雞肉義大利麵 首先 清醬雞腿肉加鹽巴 蒜頭碎 黑胡椒粒 橄欖油 醃漬十分鐘 接著我們來煮滾一鍋水 再來加一湯匙的鹽巴 鹽巴不但能夠帶給義大利麵條味道 而且能幫助水維持沸騰的狀態 大約煮五分鐘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來煎雞肉 煎至金黃色就可以了 煎至金黃色 接著下一大匙的義大利麵水 義大利麵 稍微微煮一下 讓雞肉和義大利麵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接著下一點點的添奶油 滾 好 來關火 好 來接著放青醬 我們之所以最後加青醬 因爲青醬碰到熱會變黑 一大匙的意大利面水 将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确保每一条意大利面都包裹出青酱 这样我们的意大利面就完成啰 那我们现在赶紧来试吃吧 那鸡肉跟青酱本来就很搭味 再加上罗勒叶的清香一点都不腻口 那青酱的部分我已经事先做好 然后放在冷冻库了 那如果想要吃的时候就从冷冻库拿出来 再搭配鸡肉、虾子或是蛤蜊做成意大利面 是非常的方便哦 那之前已经拍过青酱的食谱了 所以如果需要食谱的话 我也把连接放在说明区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及按赞哦 那我们下次见 恰恰哦 我们下次见